一段垮掉的才艺之后 让我们有请第三位神秘嘉宾 有请 大家好 我是热血界舞团的灯光导演 李孟婷 今天是我作为灯光导演 第一次走到目前 也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承认喜欢一个明星 因为呢 我们老大胖虎 从小就教育我 想当一个大导演 绝不能追星 要客观地对待 每个明星艺人 虽然我很想告诉他 这不是追星 这是爱情呀 第一次在综艺里看到你 你阳光 善良 关键还特实在 别笑话 你可以为了节目 一口气吞下八个生鸡蛋 不是我吧 不是我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呢 我时常看到你抱着队员堆成衫的衣服满场飞 你会因为队员熟了 拔开自己的外套 像个底下贩子一样分发暖宝宝 你会看到队员精彩的表现 笑得像个两百斤的孩子 不是两百斤呢 你也会因为队员遗憾淘汰 哭得毫无偶像包袱 这样的老母亲一样为自己的孩子掏心掏肺 其实呢 咱们认识已经有八年了 从我高中毕业到大学毕业再到工作 看着你从一个青色的维托瑞 陈湛伟现在特别特别特别帅气地送欠 欠门 什么时候会请到 咱们一块哈啤酒吃嘎啦 哦 哦 哦 Victoria 可以申请一个抱抱吗 哇 哦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没有想到 今天会有这样一个环节 这个节目组 我以后不吐槽你们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 就是我们胖虎让我圆梦 谢谢 哇哦 谢谢谢谢谢谢 哎 我跟你们说 控制灯光的是我的人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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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跟大家讲一个小细节 我们整个工作室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是禁止追星的 有一次我们在讨论宋倩的人物设定 我们就这些所谓的大导演和大编剧们全部就卡在那儿 然后这个时候她的主管领导就出卖了她 说我们组的孟婷是宋倩的粉丝 你要不要听听 喜欢她的人是怎么说的 然后她以为要被我开除了吧大概 就站在我们面前 就站在我们面前切生生的开始 讲她喜欢你的经历 然后讲着讲着她哭了 那一刻其实我特别的震撼 因为我从来没有办法体会一种 爱一个人 你们素不相识 他隔着屏幕 可以喜欢到自己全情的整个人是投入的 从那天开始我们工作室不许追星这个禁令是 解开了 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呈现一个这样的节目 也是因为背后有千千万万爱着你们四个的人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